长白山列世界地质公园 韩媒其历史遭歪曲 网路媒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3月27日批准了18个地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 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吉林的长白山 也是南北韩所称呼的白头山 引发南韩政府高度关注 担心国际社会对长白山的使用可能会超过白头山 韩媒更是井 所谓中华民族从2000年前开始统治该地区的歪曲历史 可能会因此而传遍全世界 目前长白山有四分之一属于北韩 四分之三属于中国 而天池约有54.5%是北韩领土 南韩官方已表态 环境部相关人士表示 UNESCO已决定将白头山列入世界地质公园 如果南韩方面有所不满 可能会引发外交纠纷 形势因此格外谨慎 南韩文化财厅相关人士指出 中国往后还会申请将白头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南韩也应该积极宣传白头山的历史和象征意义 朝鲜专题日报3月31日报道 对于此UNESCO的收录 南韩历史学界担忧 在国际社会上 不仅白头山的名称逐渐被长白山取代 中国政府恐将强化白头山一带历史和文化 为中国独有的白头山工程 报道中说 虽然难以批评 UNESCO出于保护自然的目的将白头山收录进世界地质公园的做法 但所谓中华民族从2000年前开始统治该地区的歪曲历史 可能会因此而传遍全世界 2002年 南韩跟中国也曾因高沟黎历史问题炒得不可开交 主因在于当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界加强了关于高沟黎和渤海国的历史研究 最终定调过往高沟黎和渤海国是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观点 高沟黎历史归属问题一直是中国与南北韩争议的焦点 据中国百度百科 中国认定高沟黎是存在于西元前一世纪至西元七世纪的中国古代边疆政权 地跨进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 南北朝时期改称高丽 又称高氏高丽 与西元十世纪建立的高丽又称王氏高丽并无继承关系 西元668年 高沟黎遭唐朝攻灭 中国并认定渤海国西元698年至926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女童遭性侵杀害犯重怒 居民警察面前打死嫌犯 网络媒体 墨西哥这名旅游小镇塔斯科Tosco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私刑处决 一名八岁女童被绑架后侵犯并撕票 当地居民愤怒之余在警察逮捕嫌犯过程中将嫌犯从警车中拖出 并在远警面前将其中一名女贤活活打死 墨西哥八岁女童奥特加Camila Gomez Ortega遭到绑架 性侵并撕票 当地居民将女贤从警车上拖出来 并在警察面前将女贤活活打死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道 八岁女童奥特加Camila Gomez Ortega 27日到邻居家完后便失踪 当天稍晚奥特加的遗体在郊区被发现 尸检报告显示她生前遭到性侵 死因未窒息 墨西哥塔斯科Tosco居民光天化日之下 私刑绑架八岁女童的嫌犯 监视器画面显示 同社区一名女子当天拎着一栏衣物上的计程车 并协助一名男子将一个大包裹塞进计程车后车厢 据信大包裹就是奥特加的遗体 奥特加家人后续确认嫌疑犯的住处 并请求警方载人 不过墨国警方一开始不为所动 当地居民气愤之余涌向嫌犯住处才迫使警方介入 并将屋内三名嫌犯带上警车 不过逮捕嫌犯已经无法消除塔斯科镇居民怒火 28日现场画面显示 愤怒的居民使劲将女嫌从警车上拽出来 远警原先还试图将女嫌拉回车上 但最终放弃 任由报名发泄情绪 对赤裸上身的女嫌及另外两名男嫌全打脚踢 画面显示 该名女嫌全身是血 脸部被揍到血肉模糊 她送医后伤重不治 当地居民安德利亚Andrea表示我们受够了 她痛批糟糕的政府导致奥特加的死亡 奥特加也不是当地第一个受害女童 却是第一次民众做了些什么 不过知名的旅游小镇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街头私行 让当地小学老师拉古纳斯Falipa Lagunas 惊呼从没想过 学者 习近平这座选读中英文版内容差距大 网络媒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专题上台11年来这座如山 官方去年4月至今更先后发行习近平这座选读中英文版 但海外专家发现 习近平这些这座由于写作团队想法不同 导致观点前后有差异 且中英文版本差别很大 英文版有许多润世及美化 美国之音 VOA中文网今天发表题为习近平这座 谁的思想谁写的 的报道提到上述观点 中共官方2023年4月3日正式发行习近平这座选读中文版 今年3月11日则正式发行习近平这座选读英文版 报道引述搜狐网2月间公布的全国2024年1月下半月畅销书排行榜 指习近平这座选读第一二卷分别排名第二三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排名第一 报道指出几乎读过习近平每一本这座 且中英文版同时阅读的纽约专题 势力大学教授夏明表示 由于中国政府补贴习近平的这座发行 他基本上都透过免费管道获得习近平全套这座 其中包括从中国使领馆、中企、相关机构和友人取得赠书 夏明指出 习近平的这座集虽然出版了英文版 但在美国很少人阅读 基本上只有学术界或政府研究机构、智库人员会翻阅 夏明提到 自己读习近平的书一贯是中英文版对照 但他发现中英文版本有很大差别 习近平的翻译班子从中动了手脚 在中文版书中可以看到他的杀气或是对其他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战狼外交 但在英文版中往往会经过美化和修饰 他认为 习近平这座发行英文版目的是对外宣传 而作为公关的一环 读者看不到中文原文里的杀气腾腾 以及习近平内心深处的想法 夏明还指出 习近平的这些这座 其实是由中共写作班子撰写 而非习近平本人 书中内容显然传递了官方讯息 但未必是习近平的真实想法 甚至会出现写作班子想法不同 前后观点 语气有差异的情况 给习近平起草文件的有各种人 他们其实在牵着他的鼻子走 他并发现 习近平的文件汇编经常有两种文本 一种是内部演讲时的版本 另一种是读者看到的经过修饰和删减的公开版 独立作家吴作来认为 习近平的写作班子像是个思想工厂 以习近平的名义 为中共生产一套美化形象的书籍 并为习近平树立思想威权 但这样的书籍很难在美国等民主国家起作用 就连在中国 普通读者的阅读量也非常小 夏明则笑称 习近平可说是最最心于出书 且以不同语言版本向全球发行的中国领导人 这种事在美国前所未见 因为美国总统整天忙得不得了 没有谁当总统时还在发行这些着做 且总统当政时的国情咨文或记者会文稿 人们都可自由下载 不设版权 更不会由国家汇集成书补贴发售 600亿 找到新旧兵 王健林上岸 网路媒体 万达王健林 找到新旧兵 3月30日 王健林持有的大连新达盟商馆 获得5家机构 合计600亿元的投资 旧级的财团 除了老朋友泰盟投资 中信资本 Aries Management 新晋两家中东资本 阿布扎比投资局 穆巴达拉投资公司 过往5年来 这是中国单笔最大规模的私募融资 王健林未出席签约现场 派出万达集团总裁齐介 副总裁何其聪 万达商馆集团总裁肖广瑞到场 这将极大缓解 王健林的流动性危机 只是 金主们入局后 老王手中的权力 也将被重构 1 兑现承诺 王健林达成的新交易 是落实上一次投资协议的内容 2023年12月 为了免于兑付380亿元的投资款 大连万达商馆 与泰蒙签署投资框架协议 对珠海万达商馆 进行股权重组 后者为万达轻资产业务 赴港上市的主体 泰蒙的执行主席 是70岁的善伟健 在珠海万达商馆的 IPU前融资中 投了180亿元 其承诺 在2021年投资赎回期满时 经万达赎回后 将联合其他投资人 再次投资于珠海万达商馆 善伟健帮王健林解除回购危机 也拿到珠海万达商馆的控制权 按照去年底的协议 泰蒙等投资人 合计持股60% 大连万达商馆持股40% 三个月后 善伟健兑现承诺 落实在投资工作 且未再设对赌协议 本次投资将进一步 优化公司独立的法人治理 更有效激励管理团队 提高经营能力和增长潜力 万达方面称 承接600亿资金的 大连新达蒙商馆 刚成立两个月 其子公司为珠海万达商馆 目前管理着496个大型商业广场 这个惯有万达与泰蒙知名的公司 泰蒙等投资人 大连万达商馆的持股比例 同样为6比4 泰蒙的意图是挽救原本无法套现的投资 类似借薪还救 惠生国际资本总裁黄立冲 告诉21CBR记者 他估计这份新协议 可能是上一份协议的取代协议 重新定义交易架构 600亿元的投资 随后可能会用于向珠海万达商馆购买业务 以便万达商馆能赎回到期的投资 2.引入财团 签约现场 各投资人代表笑容满满 该笔投资体现出国际机构投资人 对大连新达盟发展前景的信心 万达方面称 新近的两家中东财团来头不小 其中阿布扎比投资局 为中东第一大投资基金 资产规模超8500亿美元 其以大手笔买入中国市场的资产 持有紫金矿业 东方雨红 金碟 老凤翔等20多家企业的股票 穆巴达拉则是阿联酋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 掌管资产规模2760亿美元 遍布超过50个国家 去年9月 刚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 投资的中国企业 包括快手 Boss直聘 小鹏汽车等 万达方面称 此次投资是大连市 拓宽利用外资渠道的成果 也将得到政府方面的充分支撑 于投资人而言 重金压住万达商馆 在与其基本面稳定 现金流充裕 珠海万达商馆 也一直保持高比例分红 2023年总分红高达88亿元 新达盟拥有的强大竞争壁垒 及显著的先发优势 将长期支持它实现稳健经营业绩 泰盟投资集团合伙人 及私事股权 联席主管黄德伟相信 其将为投资人带来 良好稳定的回报 3.缓解压力 眼下 王健林正面临较大短债压力 巨额投资来得及时 目前 万达商馆的境内外存续债券 有12支 规模约159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有近87亿元 2023年末 万达商馆对子公司发行的 1笔6亿美元债进行了展期 当时的公告披露了其兑付压力 由于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境外资本市场利率不断上升 公司在融资面临一定困难 且珠海商馆年底前货批上市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为了筹措现金 王健林加快处置资产 累计出售14座万达广场 依然难解 尽可 3月初 珠海万达商馆50.72亿股股权 由于财产保全等原因 第二次被冻结 3月中 因与银行发生近一代纠纷 大连新达蒙商馆超162亿元股权 一度被冻结 近期才解冻 于王健林而言 泰蒙等金主带来的可观资金 将缓解其流动性压力 保障后续发展和上市 仍留有悬念的是 新协议落地后 珠海万达商馆的治理架构 会发生怎样的调整 珠海万达商馆的董事会 现由9名董事组成 其中3名执行董事 2名非执行董事 均长期在万达集团任职 目前 善伟建向珠海万达商馆 只派驻一位董事 为泰蒙亚洲资本合伙人陈奇 负责监督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 未来 其董事会预计将有较大变动 可以肯定的是 善伟建等投资人的话语权 会明显增强 靠10平方厘米月入8万 这门生意好做吗 网络媒体 很多人都算过这样一笔账 每个人指甲盖的面积 大约是1平方厘米 10个手指甲相加 就是10平方厘米 在线下美甲店 做一次基础纯色美甲的 平均花费在120元左右 换算过来 就是12万元每平方米 价格甚至超越一线城市房价 所以最初 穿戴甲是以美甲平T的姿态 杀进消费者视野的 无论是传统美甲爱好者 还是新手们 都以为找到了一个 可以更省时省钱 花样百出的 捣翅自己指甲的新玩法 终于实现了美甲自由 不知不觉 王宁的家里 已经攒了整整齐齐 武师和宝贝 最痴迷的一段时间 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挑出最贵 最好看的几盒 放在桌子上 阳光下 这些水晶 告示闪烁着的光芒 电视剧 他一边感叹 这就是宝贝 一边筹划着 再买一个新的收纳盒 把它填满 这些让王宁欲罢不能的宝贝们 是穿戴甲 甲片使用灵活 可以随时在指甲上佩戴 卸下 穿戴一次 通常能保持三天至十四天 如果熟练起来 换一副穿戴甲 只需要十五分钟以内 还能省下在美甲店排队 枯坐几小时的时间 最重要是价格 很多人都算过这样一笔账 每个人指甲盖的面积 大约是一平方厘米 十个手指甲相加 就是十平方厘米 在线下美甲店 做一次基础纯色美甲的 平均花费在120元左右 换算过来 就是12万元每平方米 价格甚至超越 一线城市房价 然而 手指尖的这时所 高价房产的产权期 大部分只有短短的 半个月到一个月 随着指甲的正常生长 和日常使用的磕碰 它们很快被剪掉 或者强迫正班的自己抠掉 但如果在购物软件 搜索穿戴甲 跳出的产品均价不超过30元 款式繁多 单从图片看起来 与店铺里差别不大 价格却只有实体店的不到三分之一 多种多样的穿戴甲款式 均价不超过30元 图 某购物软件截图 所以最初 穿戴甲是以美甲平替的姿态 杀进消费者视野的 无论是传统美甲爱好者 还是新手们 都以为找到了一个 可以更省时省钱 花样百出的 捣翅自己指甲的新玩法 但慢慢的 大家发现 新玩法开始有点技术变形 先是平替逐渐变成跪替 王宁从2021年开始关注穿戴甲 算是最早喜欢的一批人 当时大部分线下美甲店 因为疫情停业 穿戴甲看上去方便又便宜 王宁以为自己 肯定能省下很多钱 谁知道 入坑的第一个礼拜 他就买了20副穿戴甲 品位是一点一点提升的 最开始 王宁买的穿戴甲 还以纯色基础款为主 价格控制在100元以内 逐渐 王宁开始喜欢上 诗华洛士奇水晶 粉丝们管它叫华子 张运师做了两年美甲诗 他透露 一颗诗华洛士奇 新型水晶的进货价 就要13元 做成穿戴甲 价格起码超过100元 而对美的追求 永无止境 更华丽的配饰 不断出现 现在 告诗已经超越华子 成了高居鄙视链顶端的配饰 当然 价格也翻了四五倍不止 诗华洛士奇冰糖钻的竞价 只要15元 但同样大小的告诗 成本就超过60元 王宁买过最贵的穿戴甲 就是告诗系列 一套就超过400元 王宁购买的诗华洛 美甲材料包 图 受访者小红书 相比于入坑两年多的王宁 张运诗已经进入了高阶版 一口气囤了六七十万的 诗华洛士奇水晶和告诗 实际上 穿戴甲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工业甲 手工甲 前者工艺简单 销售价格可以低至9.9元 但甲片不是过软 就是过硬 塑料感严重 图案没有细节 完全不能近距离观察 基本上是一次性产品 另一类则是手工款 整个流程几乎和线下美甲一样 只是制作工艺省略了打磨本甲的步骤 把绘制过程搬到了甲片上 比工业甲的造型更精致 价格也更高 通常一付的价格会在百元左右 让王宁和张运诗花重金收藏的 就是手工甲 也是现代穿戴甲行业的主流 在小红书上搜索穿戴甲 有超过490万篇相关笔记 有的人晒出最满意的款式 热烈交流 囤穿戴甲的心得 也有等着简陋现货 孤品 还有人因为直播间的滤镜上当 晒出粗糙的工业甲 让其他人避雷 刘真伟是穿戴甲品牌花秀 Fazoo创始人 他们碰到过一位穿戴甲大户 这种付费年性 让他一度以为 这是同行在调研竞品 直到他发现对方从没有退货记录 甚至希望果冻胶不要太黏 方便卸甲 才确认这是一位真实消费者 最近爱上穿戴甲的人里 最有名的绝对是脱口秀演员李旦 新春直播间的镜头里 这位一米八二的内蒙古诗人 抱着一摞花秀的粉色盒子 聊起了接触穿戴甲的心路历程 因为这场直播 李旦一夜之间 从虾系男友成了找戏 因为手指细长 好看 在直播中 李旦短暂地将把产品戴在了手上 没有用任何胶体固定 很快掉了下来 正常佩戴穿戴甲需要三个步骤 先打磨 清洁指甲 贴上果冻胶或固态胶 最后佩戴甲片 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操作中 却劝退了不少人 很多创业者 为了改善穿戴甲的产品体验 一直在一线当兼职客服 他们发现 用户不再复够的原因只有一个 穿戴问题 可能是不小心贴歪了 也可能是手指没有清洁干净 很快丢掉了甲片 反正穿戴甲品牌只有一次机会 第一次体验毁了 用户就不会再买 张静就是被穿戴劝退的用户之一 第一次上班佩戴 还没有走到办公室 小拇指的甲片就丢了 他很快安慰自己 于书新演唱会 也满地找掉下来的甲片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安全 关于穿戴甲和传统美甲谁 更伤指甲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传统美甲对本甲的打磨 一直被人诟病 而穿戴甲的问题 依然集中在佩戴技术 因为穿戴甲 张静经历过一次指甲发霉 一开始 他看着绿色的指甲 还以为是不小心把手指撞清 去了医院才知道 是穿戴甲的佩戴问题 果冻胶没有把甲片粘牢 水进入了穿戴甲和本甲的缝隙里 滋生了绿浓杆菌 从这之后 他就再也没碰过穿戴甲 许多人选择在小红书 分享自己的穿戴甲相关经验 图 小红书截图 半年 GMV超过5000万 在张运师的记忆里 穿戴甲是在2022年开始 真正走进普通人视线的 核心突破 是解决了佩戴的问题 固态底胶搭配照灯 把穿戴甲的寿命 从两三天迅速拉升到半个月 从前张运师作为卖家 都很难把穿戴甲粘牢 大部分果冻胶质量都很差 佩戴问题解决了 张运师穿戴甲的生意 很快迎来高峰 他没有花钱学过画穿戴甲 都是在小红书上偷学 博主主要分两类 一种在小红书上晒出款式 分解所需要的产品 甲油胶颜色 另一种专门教一些美甲技巧 比如魔镜粉怎样涂才不容粉 张运师把两种教程结合在一起 电视剧 摸索出自己做手工穿戴甲的方法 他负责出款 做设计 再搭配三个兼职美甲师 最高峰期 一个月的毛利高达8万元 更早以前 直播电商的兴起 也给了职业美甲师赚大钱的机会 2021年 抖音开始发力直播电商 提出了兴趣电商的概念 同时开始以官方身份 扶持优质的达人 新品牌和商家 2022年起步的穿戴甲博主兔哥 粉丝 从1万暴涨到10万只用了三个月 行业人士透露 兔哥高峰期6个月的总GMV突破了5000万元 目前的月均GMV可以达到75万至100万 开始投入抖音直播之后 林大哥也很快成了头部穿戴甲主播 粉丝从1万积累到10万 他用了一年时间 根据飞瓜数据显示 林大哥月均GMV有100万至250万 林大哥的抖音账号几乎记录了他创业的全过程 他穿戴甲创业的起点 是深圳路边临时支起的一张美甲桌 三年时间 林大哥点赞量最高的一个视频 还是2020年的摆摊记录 镜头前 他耐心地帮每个消费者挑选 拾带款式 有的人担心 穿戴甲和本甲的缝隙 加到头发 他还自己贴好后给顾客测试 短短几小时 他就卖出了500元的穿戴甲 这段视频点赞量很快突破40万 他们也开始向产业链上游 电视剧布局 自建了穿戴甲供应链 同时有专职合作的美甲师 市集是很多穿戴甲创业者的起点 吴可欣在做穿戴甲创业之前 跑遍了北京 苏州的20多个市集 不止一个人总结过摆摊的好处 成本 摊位费低 能近距离接触消费者 了解他们的喜好 最重要的是 验证能不能赚到钱 要低成本地 跑出财务模型来 林大哥在路边摆摊 图 林大哥抖音截图 而资金相对雄厚的穿戴甲品牌 则希望通过引入加盟商 来扩张规模 赚到以色列总理 突传罹患扇气 将全身麻醉动手术 网路媒体 网路媒体 Breaking Benjamin Netanyahu TO undergo surgery Tonight Netanyahu is set for hernia surgery under full anesthesia after a routine checkup revealed the condition Deputy Prime Minister 副总理兼司法部长李文 Yorif Levin 将赞代她的职务 医生昨天为尼坦雅胡 做例行检查时 发现她罹患扇气 去年7月 尼坦雅胡 曾因健康问题短暂住院 接受手术植入心脏节律器 尼坦雅胡 这次动手术的时机 适逢以色列 与巴勒斯坦 武装组织哈马斯 Halmos 持续在加萨走廊 Gausset Strip 交战之际 高校三死 16伤事故作案动机 遇到我算你倒霉 网路媒体 3月19日中午 浙江泰州 一高校发生 汽车冲撞行人事件 造成3名学生死亡 16名学生受伤 3月19日中午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内 一辆黑色轿车冲撞学生 造成现场多人受伤 PickTwitter.com HLXYARPiWJ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AppYOU2C March 19 2024 事发当天 泰州公安通报 肇事者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今年20岁 所驾车辆为家庭所有 肇事者张凯祥母亲 儿子因挂科不能毕业壮人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王秀娟一眼就从那张流传的照片上 认出了肇事者张凯祥 她在积淀工程学院数控专业 读大专三年级 与张凯祥是同班同学 张凯祥家 在泰州市先居县下个镇的一个村子 一位村民告诉媒体 事发后 张凯祥的母亲曾对邻居提到 儿子壮人 是因为挂了好几科 不能毕业 网络上一张流传甚广的聊天截图显示 在名为23年实习管理群的微信群里 一天上午 一个头像为小猫的人询问老师 那我重修下学期吧 反正我今年不毕业 我想不开了 我就随机挑选幸运观众 遇到我也算你倒霉 张凯祥的多位同学向媒体证实 发言者的头像 与张凯祥的微信头像一致 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要满足三个条件 修购基本的学分 完成学校规定的实习时间 毕业设计过关 张凯祥专业课成绩在班里算不错的 但他不愿意听文化课 挂了好几科 王秀娟说 在学校里 不管是挂科 还是避设没有通过 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学生可以选择补考 或者是重新补避设 老师们也会提供很多帮助 但他就是不去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同学 张凯祥在学校生活中 总表现出对抗性 在一个同学的眼中 张凯祥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 总表现出一种对抗性 比如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规定 学生大一到大三要分别跑步60次 45次 30次 每次跑1.5公里 13分钟内跑完打卡 他的高中同学提到 张凯祥曾就此表达过不满 张凯祥的实习 最早是学校安排的 就在学校附近 要每天回到学校跑步 他觉得很烦 就自己找了一个在老家附近的实习 虽然已经6年没有见过面 陈寒对张凯祥的印象依然很深刻 2015年到2018年 他们一起就读于先居外语学校 他记得张凯祥偏科严重 数学好 但其他科目几乎很难及格 另一点印象深的则是张凯祥的内向 张凯祥不爱说话 总是一个人 上课时手里要么是拿一个魔方 要么是用剪刀和笔扎橡皮 陈寒有些怕他 有点极端 容易动怒 初中三年里 陈寒觉得有件事有些奇怪 先居外语学校是私立学校 两周放一次假 家长们隔两三天都会来学校看孩子 陈寒从未见过张凯祥的家长来看他 每次开家长会 都是他的爷爷奶奶来 每次放假 别的孩子有家长接 张凯祥都是自己一个人 坐车去车站 再转大巴回家 张凯祥老家的一个邻居提到 张凯祥家境一般 没有负债 有一套自建房 父亲在附近一家工艺平常打工 月薪六七千块钱 老实人 一天干十二小时 一邻村村民说 肇事车辆是张凯祥的父母买给大姐的 大姐开了几年后 送给了张凯祥 薪资过万包时速 数据告诉你 真实的寺庙招聘 网路媒体 与影视剧《甄嬛传》中 著名场景设定地 甘露寺同名的福建泰宁甘露寺 近期因招聘引发网友热议 早在2022年 浙江湖州法华寺 就曾因朝九晚五月薪万元上了热搜 寺庙需要怎样的打工人 对学历和工作经验有要求吗 薪资待遇又是怎样的 南兜大数据研究院梳理了相关数据 带你一览寺庙招聘需求 寺庙需要哪些岗位 对学历工作经验有要求吗 南兜大数据研究院 从各大寺庙官网 官微媒体公开报道等渠道 整理出27家近一年发布过招聘信息的寺庙 梳理了100余个岗位 从岗位来看 需求较大的有内勤 文员 厨师 文案编辑等岗位 技术类岗位的需求相对较小 具体到学历和工作经验 44%的岗位均有学历要求 22.94%要求求职者有大专 本科以上的学历 比如广州市月秀区六龙四招聘的新媒体编辑岗 要求投递者有本科以上学历 并具有广告传播、新闻或文学等相关专业背景 广东韶关东华禅寺招聘的文案策划岗 要求投递者有本科以上学历 并要求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整体来看 大部分岗位并不强制要求工作年限 只有四分之一的岗位对此有所限制 其中 1.83%的岗位要求受访者 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西藏比如县恰如寺馆委会招聘的驾驶员岗位 明确要求十年以上驾驶经验 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寺庙对于投递者的性别是否有限制 从近期发布的一百余个岗位来看 大部分军委特别要求 只有约24.77%的岗位有所限制 约13.76%明确 限男性或男性优先 比如江西庐山东林寺招聘的消防安全员岗 要求50周岁以下男士能吃苦耐劳 天津市联宗寺招聘的库房管理员岗 要求身强力壮 能胜任库房物资整理和搬运工作 约11.01%明确限女性或女性优先 如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弥陀寺招聘的 女中疗房清洁员岗位 寺庙待遇怎么样 包食宿吗 在打工人最关心的薪资问题上 近一年大部分寺庙在招聘信息中 并未给出明确的薪资信息 南兜大数据研究院梳理近三年 各大寺庙官网 官微等渠道的招聘信息 发现明确公布每月待遇的岗位中 月薪最高的是 2022年浙江湖州法华寺招聘的文史资料 整理专员岗位 月薪高达1万元 法华寺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 该岗位涉及到寺院书籍 古文的传承 专业性要求比较高 社保待遇方面 部分岗位也明确了相关信息 上海市寿安寺2024年 发布的职工岗位招募信息中 食堂帮厨 电堂写员登记两个岗位的薪资 分别为2800元 2690元 并明确缴纳社保 西藏比如县 恰如寺管委会招聘的驾驶员岗位 基本工资3230元 包含单位和个人部分缴纳的三险费用 养老保险 工商保险 失业保险 工作满一年享有带薪20天休假 工作满三年享有带薪30天休假 此外 4成以上的岗位均明确包食宿 广东省东华禅寺 江西省东林寺 福建省雪峰禅寺 上海市寿安寺 江苏省弥陀寺等 均明确说明相关岗位包食宿 出品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数据采集分析 沈洪源 实习生 黄子伟 周慧琪 普京签署春季征兵令 征兆15万人 年龄18至30岁 网路媒体 普京签署俄联邦春季征兵令 征兆15万人 年龄18至30岁 HTTPS T.COHVFU10B5PickTwitter.com GeoPeasantV0 RFI华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At RFI下话线CN March 31 2024 据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俄联邦春季征兵令 该文件公布在官方法律信息门户网站上 根据1月1日起生效的新规定 征兵对象为18至30岁 但2023年底前年满27岁 以及28岁或29岁的预备役人员除外 该法令称 我特此命令 在2024年4月1日至7月15日期间 征兆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 非预备役 且符合征兵条件的俄罗斯公民 人数为15万人 该法令还下令解除征兵期满的士兵 水手 中士和大士的兵役 俄联邦政府 地方当局和征兵委员会 负责确保在征兵框架内 开展所有必要的活动 塔斯社报道称 正如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 组织动员总局局长布尔丁斯基 Yavgani Burdinsky 上将此前在接受《红星报》采访时 解释的那样 征兵期限保持不变 为一年 布尔丁斯基还强调 在春季征兵期间 应征入伍的军事人员 将不会参与特别行动 及乌克兰战争 3月19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ord Austin 在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 出席记者会时 详述了普京 在对乌克兰的野蛮战争中 给自己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 奥斯汀表示 两年多来 乌克兰军队以蔑视和技巧 对抗普京的侵略 俄罗斯为普京的帝国梦想 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至少有31.5万名俄罗斯军人伤亡 而在英国国防部本月3日发布的每日更新中估计 整个2月份 俄军的日军伤亡人数是入侵开始以来最高的 达到983人 据英国国防部称 在乌克兰战争中 已有超过35.5万名俄罗斯人员伤亡 白宫宣布跨性别日撞期复活节 激怒保守派 网络媒体 白宫宣布跨性别日撞期复活节 激怒保守派 特朗普阵营要求拜登道歉 HTTPS 替点CO5 MWZ2 DQFVD 与MDASH 美国之音中文网 At VOA Chinese March 31 2024 乔·拜登 周拜登 总统因宣扬跨性别者现身日 引起总统大选竞争者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竞选团队和保守派的愤怒批评 特朗普阵营并呼吁拜登致歉 今年复活节为3月31日 与跨性别者现身日同一天 白宫于星期五 3月29日发布一份声明 宣布每年3月31日为跨性别者现身日 声明呼吁所有美国人 一同促进跨性别人士的生活和发生权益 并努力消除对所有跨性别 未确认性别或非二元性别人士的暴力和歧视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向所有跨性别美国人传递一个讯息 你们是被爱着的 你们被倾听 被理解 你们属于我们 你们是美国的一份子 我和我的整个政府都支持你们 国际跨性别者现身日于2009年3月31日设立 十多年来皆于3月31日庆祝 复活节是基督教最神圣的庆祝活动之一 定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通常在每年的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 日期不一 2024年的复活节是3月31日 与跨性别者现身日重叠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指责身为天主教徒的拜登 对宗教不够敏感 共和党同僚也群起公知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卡罗林·莱维特·凯莱兰·雷维特 星期六3月30日表示 我们呼吁拜登失败的竞选团队和白宫 向全美数百万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致歉 他们相信明天只有一件事要庆祝 即耶稣基督的复活 莱维特还称 这只是拜登政府多年来攻击基督教信仰的其中一例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麦克·Johnson 在社媒平台上抨击 白宫背叛了复活节的核心宗旨 并称这一决定令人愤慨和憎恶 一名天主教大学的神学教授查德·佩克诺德 Chad C. Pecknode告诉华盛顿邮报 以他的神学专家观点而言 拜登的言行一再显示 比起天主教信仰 他更致力于进步信仰 白宫发言人安德鲁 被词安德·拜斯反击表示 批评拜登的共和党人正在用残酷 仇恨和不诚实的言论 分裂和削弱我们的国家 被词强调 拜登总统作为一名与家人一起庆祝复活节的基督徒 主张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维护每个美国人的尊严和自由 拜登总统永远不会为了政治目的或利益 滥用他的信仰 拜登是一位自由派的天主教徒 他在同性婚姻和支持女性 堕胎权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让他与许多保守派基督徒产生分歧 白宫将于星期一4月1日 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 但参与者被禁止提交宗教设计 提交的彩蛋作品不得包含任何有问题的内容 宗教符号 公开的宗教主题或党派政治声明 活动传单上写道 此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国际社会关注香港23条 港府回应美方签证制裁 网络媒体 美国国务卿批评中国当局颁布的新国家安全法 第23条 布林肯表示 国务院宣布正在采取措施 对多名负责打压权力自由的香港官员 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生效一周 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五宣布 将对香港多名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 以回应中港当局对民间社会基本权力和自由的打压后 香港《明报》本周日引述港府发言人表示 对此嗤之以鼻 将无惧任何威吓 坚定不以履行维护国安责任 布林肯3月29日批评中国当局 继续针对香港被承诺的高度自治 民主制度以及权力和自由采取行动 包括最近颁布新的国家安全法 及第23条 布林肯表示 作为回应 国务院宣布正在采取措施 对多名负责加紧打压权力和自由的香港官员 实施新的签证限制 在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推动下 《基本法》23条的实施 持续引发外界对香港社会法治状况的担忧 美国非营利新闻机构 自由亚洲电台上周五宣布 出于对员工人身安全的担忧 决定关闭在香港的办公室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籍首席议员米克斯 Gregory Mix就此声明指出 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以来 尽管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压力和骚扰 自由亚洲电台一直是香港难得的独立新闻来源 28年后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办公室的关闭 清楚地提醒人们 北京是如何公然剥夺香港自治权的 周五当天 美国国务院还向国会提交了 《香港政策法》年度报告 报告指出 香港虽与中国大陆在商贸政策 网络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但北京及港府持续利用国安法律 作为广泛而模糊的基础 破坏法治及应当受保障的人权自由 包括悬赏通缉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等 布林肯强调 今年的报告再次证明 香港不能享受其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之前 依据美国法律所享受的特殊待遇 本台此前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11月 即宣布针对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 11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 但布林肯周五的声明 没有提及将受到制裁的香港政府官员名单 及相关细节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